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我是实习主播Jennifer 4月又有2500人非法越境 加拿大官员纷纷讲话以平息民众担忧 今年仅4月一个月 就有大约2500人从美国非法越境加拿大 面对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和担心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官员进行联合新闻发布会 目的是平息加拿大人的困扰 让加拿大人放心没有进加拿大的门票 5月7日上午 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长古德莱尔 移民部长埃哈迈德和交通部长加尔诺 在蒙特利尔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公共安全部长再次向加拿大人表示 将保证边界的安全 并说加拿大不会为寻求庇护的人提供免费门票 古代德尔说 加拿大的法律现在和以后都将得到执行 加拿大的所有国际义务都将继续得到尊重 交通部长加尔诺证实 仅4月份一个月 就有约2500名寻求庇护者 从美国越境进入魁北克 魁北克省政府强烈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 在加拿大这种局面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议 联邦政府上周表示 将在越境者最多的魁北克小镇 圣贝尔纳德拉克勒绣建一个临时接收所 最多可以接纳520人 而反对党保守党则反过来抨击自由党政府 在边界地带设立难民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用美国的旅游签证到美国 然后就前往加美边境徒步越境 加拿大移民部长胡森说 加拿大政府官员正在与美国合作 以遏制这种情况 他说联邦已经派出三名官员前往尼日利亚 因为这是许多新道的寻求庇护者的原籍国 他也将在不久前往尼日利亚 移民部长还表示 在今年预算中有一笔1.73亿家园的经费 专门用来接收非法越境者 其中的部分资金将被用来增聘移民和难民局的官员 以加速听证的过程 星期一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参加最新一轮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的谈判 这可能是修改NAFTA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一轮谈判 观察家们认为 如果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谈判代表 不能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达成原则性的协议 就失去了在2019年前就修改北美大陆三国自由贸易协议 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而旷人持久达不成协议的谈判 会让加拿大的经济受到损害 美国特朗普政府原定在5月1日开始对加拿大出口美国的钢铁和铝板 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的措施 现在把这一期限推迟到6月1日 7月1日是墨西哥总统大选的投票日 而秋天是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 这几个重要日子发生的事情不论走向如何 都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016年被揭发在三角洲经营无牌整容诊所的华裔女子李卓 近日被卑诗内外医科学会发现违反法庭禁令 再度无牌刑医 卑诗最高法院日前裁定被告藐视法庭罪名成立 排期下个月判刑 由于华裔诊所的器材没有经过消毒 医学会一度发出警告 呼吁曾光顾诊所的客人检查是否感染艾滋 乙刑与秉刑肝炎等疾病 卑诗内外医科学会在2016年12月 倒破三角洲一间由华人经营的无牌整容诊所 Sabrina Permanent Makeup Studio 收获一批医美药物和怀疑未经消毒的仪器 包括肉毒感菌注射剂 局部麻醉药物 针筒 手术用钳子 剪刀 切割刀等 搜查行动以房屋内的车房为主 故相信无牌诊所设于车房位置 医学会又指 无证据显示这些器具在使用前经过专业消毒 造成当时至少有三人整容后受到感染 该独立屋当时的业主为奎恩 是李卓的丈夫 根据奎恩在脸书上的字数 他曾于中国教授ESL达8年 2015年才与家人返回三角洲居住 根据在现场减货的顾客收据 整容费由300元至5000元不等 另外 诊所墙上当时有一副以中文写的海报 写有对抗衰老 逆转年龄 并以系列照片的方式显示女性容貌的变化 最少有三名顾客受到感染 这起事件引起华裔社区关注 该诊所的经营者李卓 英文名士Sabrina Lee 去年5月被法院办下禁令 无限期禁止从事整容服务 并罚款2.5万元 但是医学会行政总裁奥特尔近日受到线索 发现已移居宿理室的李卓 近日故技重施 再度经营无牌整容诊所 因此医学会向卑识最高法院申诉 控告李卓违反法庭禁令 法官最后裁定李卓藐视法庭罪名成立 排期下个月展开判刑聆讯 奥特尔称李卓为客人进行切割 缝合等整容手术 而按规定 这些手术只能由医学会注册的合格人士 在安全合适的环境下进行 奥特尔提醒市民提高警觉 不要轻易相信费用过低的整容服务 并指如果对医生的合格性产生任何怀疑 可以到医学会的网站查看注册医生名单 根据医学会提供的法庭文件 卑识最高法院于去年5月16日正式颁下法庭禁令 禁止李卓以及其诊所向他人提供整容服务 并授权医学会处理从诊所捡获得来的医疗用品及器材 法庭禁令上也见到李卓的亲笔签名做时 阿尔伯塔省联合保守党周日举行党政会议 各党派成员与党领在牵涉到同性恋学童的争议性政策上 发生激烈冲突 党代表以57%表决通过 一旦发现其女子涉及宗教或性方面的任何问题 包括参加同性恋、异性恋、同盟等课余活动时 便通知家长 这项议案在周日的大会上掀起极大争辩 联合保守党领袖康尼数小时后对传媒表示 他对此决议有不同理解 不会如党员所看到的那样实施 他会视今次通过的决议为重要提案 但暂时不会写入政纲 因为假如联合保守党明年胜选上台 政策不止关系到联合保守党 也攸关阿省400万人口 康尼表示 他作为党领必须负责制定一个平衡 带领政党在选举中胜出的政纲 同性恋、异性恋同盟 GSA的学生组织 近年成为阿省引起广泛争议的议题 因为其同时涉及教育、宗教、学生权利 父母权利和人权等各个方面 GSA是由学校成立的社交学会 主要协助同学倡导学生一视同仁 接受不同性取向的同学 从而达到减少校云欺凌 联合保守党党团党编 麦凯华在会上发言时指出 GSA本为保护同性恋学童而设 但这项决议形同将他们曝光 而此议案将会触发政治灾难 他恳请党员们三思 支持者则强调 这是牵涉家长权利的议案 并非反对同性恋 党领康尼形容 议案的拙劣措辞 看起来像UCB仅坚持现行法律 一旦孩子被教导的宗教或性问题时 便要通知家长 但他重申 他赞成一旦发现学生加入GSA 会受到伤害时通知家长 GSA倡议人士指出 根本没有明确准则 辨别学童加入GSA是否会受到伤害 只康尼想通过今次议案将GSA消灭 隶属新民主党的教育厅长 David Egan表示 从联合保守党的议案决定显示 联合保守党尚未准备好成为能够代表 广大选民或社会拥有巨大基础的政党 其议案将会令学童在学校更加危险 将同性恋学童身份曝光的做法实在令人无法接受 苏里一名华裔房东四个月前开始告诉租客要收回房子 住了九年的租客为了表示抗议 开始不给房租并同时开始另寻居所 华裔房东向法庭申诉 法庭日前下令将租客东西搬离寓所 放在房子外的前院中 租客表示自己是单亲妈妈 找了几个月也找不到合适的居所 对传媒表示彷徨失措 Global电视台报道 单亲母亲巴特勒与七岁的儿子住在宿里一间独立屋 四个月前 房东跟他说他妻子的亲人要搬进来住 所以请巴特勒搬走 为了表示抗议 巴特勒开始不付房租 同时寻找新的住处 房东Danny表示 我几个月前告诉巴特勒 未来会有情况发生 到时真的发生时 他就要另寻住处 然后为了某些原因 他开始不付房租 这是一宗很简单的租客不给房租的例子 房东于是向法院申诉 在5月1日 法院派出直达利到场 将巴特勒所有的物品搬出其单位 并放在前院中 巴特勒表示 自己已经住在这里9年了 眼看着自己的家当被堆在院子里 自己心都碎了 他说 在短短几个月内 他无法在这个炙热的出租市场中 找到合适的房子 他说 自己有稳定的工作 也有良好的推荐性 但他申请了超过180个租盘 没有一个成功 我需要收起自己的尊严 到处寻找帮助 去找社会资源 省社会工作者 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 但都没有用 因为还有大把人的故事跟我一样 我只是水桶里的一滴水 温哥华市中心发生严重伤人案 一名30岁男子 在一间高档公寓里被人刺伤 他满身鲜血地搭乘电梯下楼 最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伤势严重 警方相信凶徒有目的而为 并非随机案件 事件发生在周六晚上90左右 警方接报前往Airburnie Street 加Thurlow Street调查一宗伤人案 警员到达时 行凶者已经离开 而伤者则伤势严重地倒在地上 警方指他是在附近一栋大楼中被袭击 附近名店 餐馆林立 有人拍到的视频显示 救护人员向一名倒地男子施救 附近地上有血迹 而当警方调查期间 附近餐厅被封锁 时刻不得离开 有目击者告诉传媒 一名自称为伤者伴侣的女子 向餐厅职员求助 帮忙报警 警方事后将现场两部名贵车辆拖走 其中一辆为劳斯莱斯 附近一栋公寓大厦的大堂及电梯 都沾满血迹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朱克表示 相信伤者是在某一层楼的走廊被袭 有单位的门框及地上均沾有血迹 伤者之后搭乘电梯下楼 最后在门外或救护人员行救 警方相信事件是有目的而为 男子是被凶徒针对的目标 最近BC省飞沙河谷地区出现20加元假钞 与大温相邻的Obsford市的警方5月3日发布公告 提醒当地商家和市民小心 并介绍辨认假钞的方法 这些假钞在用计算机打印出来后 又加上了用透明塑料伪造的全息防伪标志 骗子会挑选商店正忙的时候 或者店员是新手的时候使用假钞 但是警方提醒说 拿出假钞来付款的人 也可能是受骗的无辜顾客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